E1G,從上一堂課各位可以知道它其實大致上反映了大腦神經的活動 但是感覺上好像很有用,其實它有一個很大的困難 就是說我們大腦隨時都在做神經傳導的這些事情 以至於說我們會一直持續地量測到電位的改變 但我們卻不能夠明確地知道這個電位改變所對應的是什麼樣子的活動 會有一點點難度 不過它已經在E1G上面,它除了在醫療上面其實也蠻常用在研究上面 尤其是像睡眠的研究 因為從我們剛剛的那個波形的介紹裡面 大家就可以看到你清醒的時候跟睡早的時候其實波是完全不太一樣 腦波的特徵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們常常用來去認識就是說我們今天睡早以後大腦的活動到底是怎麼樣子 所以很常會有人把它拿來去研究做夢的事情 你在做夢的時候 你的大腦活動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你到底在想什麼 才會引發做夢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OK 之類的 它就會在你睡覺的時候 就整個徹夜去量測這個腦波的一個變化這樣子 那這邊其實蠻有趣的就是可以讓你知道你身體在不同的狀態底下 所對應的腦波是什麼樣子的 比如說你很興奮的時候 背大腦很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頻率很高 然後你比較輕鬆比較放鬆的時候呢 你的頻率就會開始降低 那政府其實是有點增大的 隨著你比如說聽我講話覺得很無聊啊 開始覺得有點愛困的時候 你的頻率就會降得更低了 最後你真的睡著的時候頻率就會變得很低 OK 所以這個時候就變成是 Sitta Wave在Dominate 那如果真的是在熟睡的時候 Deep sleep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它的政府可能變得在更大一點 然後頻率又變得更低一點點這樣子 那可能是我們的那個Delta Wave出現了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狀況 這些差別差異呢 來去分辨說你現在睡眠的一個狀況 或是睡眠的一個品質之類的 我們就會發現其實做夢是 比較常發生在那個 潛眠的時候 我們睡覺是這樣子喔 大概你在睡著以後 大概半個小時之後 你會進入一個比較深的睡眠 就是自己的Deep sleep 那那個時期大概只會維持一兩個小時左右 那過了這個生眠的這個時期之後 它會恢復到比較潛眠的時期 但是它會有兩種不同的潛眠的形態 一種叫做快速動員期 一種叫做非快速動員期 我講的那幾個字快速動員 顧名思念 就是你的眼睛有沒有很快速的不自主的轉動 那我們在做夢的時候 就是通常是跟快速動員期 是發生在差不多一樣的時候 那它是一個周期性的改變 就是有時候在快速動員 有時候在飛速快速動員這樣子輪流的 所以你可能有時候一個晚上做很多夢 就會很累 就是因為你可能每個period都很忙碌這樣子 好 有興趣的人自己再去查資料 你會發現很多的EEG的研究 是跟這個有關係的 那EEG在量測上面呢 其實很容易 因為它也是 它是量測神經的這個訊號改變嘛 所以有任何的訊號改變都會影響到EEG的量測 尤其我們其實是把電極放在頭皮上面 或頭髮上面 我們不是直接放在神經細胞上面 所以呢 在這個量測的電極 以及神經元中間的所有東西 如果有任何的電位改變的話呢 都會造成EEG上面的一些art effect 就是我們量到錯誤的訊號 最常見的是什麼呢 肌肉 我剛剛不是說肌肉很少嗎 頭皮只有薄薄的一層嗎 頭皮上面基本上沒什麼肌肉啊 那怎麼會受到影響呢 沒有錯齁 頭皮上肌肉很少 但是哪邊有肌肉呢 眼睛這邊有 然後眼睛跟frontal這邊的量測點距離 其實不會很遠 跟temporal這邊的量測距離也不會很遠 然後別忘了 肌肉通常來講數目都很多 而且激發都一致 所以訊號會很強 所以可以看到這邊喔 這邊他只是做一個非常簡單的實驗 他把其中的一個量測點的記錄抓出來 這個是正常的狀況 正常的狀況 這邊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政府有很大的改變 他的差異在什麼地方呢 他只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眼睛張開把眼睛關起來 光光睜開眼睛閉上眼睛 這個很簡單的動作就可以造成這麼大的影響 所以這個其實在實驗上面 實驗資料的分析上面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你很難很難叫一個人他完全不要去砸眼睛 或是眼睛完全不要動 這個很難 他有時候會有一些不自主的成分在裡面 所以在分析EEG之前 我們都必須要針對這些錯誤的訊號 或是雜訊的干擾能夠做適當的去除 也就是那一段的訊號基本上是不能用的 因為你已經被其他的肌肉的訊號給污染了 而且通常來講 這些肌肉所產生的動作電位 這個訊號都比你神經源所產生的動作電位還大 所以通常會把你的訊號給蓋過去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通常會把這些先剔除掉 然後再做後續的處理 除此之外 我們還會看到一些不太正常的EEG 比如說像這個地方 就是在不同程度的癲癇的時候 癲癇發作的時候所記錄下來的一個EEG的訊號 大家知道什麼是癲癇嗎 癲癇俗稱陽顛峰 你會看到他會有一些不正常的抽搐這樣子 其實他也是一種疾病 過去都會覺得都會有一點點 對這種疾病會有一點點歧視的味道 但是我想這幾年來 這十幾年來應該都已經有比較好 因為大家開始慢慢能夠知道說 癲癇它其實是腦部的一些疾病 它的主要造成的原因是因為不正常的放電所引起的 就是你在某些腦部的區域 它可能會有一些不正常的放電 傳達出一些錯誤的訊息 然後又非常大量 造成你的肌肉不正常的一些收縮 所以你就會出現那種抽搐或是口吐白沫 或者是類似的一個症狀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就是在輕度的癲癇症狀發作 以及重度的癲癇症狀發作的時候 下面這兩個是重度 上面這個是輕度 所記錄到的一些電性反應 你可以發現它跟前面正常的是完全不一樣 即便它們都很像NOS 但是其實還是有很大的特徵上面 還是有很大的差異 那像這些動作 因為癲癇本身是由於放電所引起的 所以這其實EEG就在癲癇的判斷上面 半年還算蠻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我們在研究上面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在癲癇要發作的時候 發作之前 我們通常可以看到一個東西 比較密集的出現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我們把它稱之為急波 它的原文的話是 Spike and Sharp Wave OK 這東西密集性的出現的時候 可能是意味著你的癲癇可能要開始發作 你必須要非常的注意 OK 所以在臨床上面如果有檢測到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都會請患者要特別的小心 所以這個是在臨床上面有它的意義的 好 那我們這邊說 Spike and Sharp Wave 那它到底長得怎麼樣子 那個EEG的訊號每一個看起來都很像 Spike and Sharp Wave 都是這樣尖尖的不是嗎 那它到底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擷取了其中幾個 那個Electro所量測到的一個訊號 你會發現這看起來跟前面的EEG沒什麼兩樣 那我們說 Spike and Sharp Wave 那代表就是它好像比較 應該是正幅會比較明顯的意思吧 變化會比較劇烈的意思嘛 Sharp嘛 對不對 變化應該會比較劇烈嘛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邊政府也蠻大的 這邊政府蠻大的 這邊政府相對上大 這邊更明顯 那這些都是嗎 這邊都是屬於我們的Sharp Wave嗎 或者是說 以工程的人來說的話 我們會想要問的一個問題就是 那到底政府到多大才叫做Sharp Wave 你可以給一個標準嗎 還是說我們都只能靠主觀的認定呢 所以其實它有一些更進一步的一些資料要去確定 除了政府它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這個角色以外 除了政府這邊很重要以外 政府會比較大以外 我們還必須考慮一下臨近通道特性和相位反轉的現象 這到底在講什麼啊 所謂臨近通道特性是什麼呢 我們剛剛有提到的就是 癲癲它是一些區域異常放電的現象 所以這個異常放電的現象通常來說 通常它會有一些區域性的分布 只有在很少數很極端的狀況很嚴重的狀況才會全腦一起放電 那是很糟糕的狀況 所以它會有一些localized的一個狀況 那還記得嗎 我們EG電極有超多個的嘛對不對 有非常多個嘛 所以如果你可以觀察到在臨近的通道 有這些反應有這些急迫的反應 但是在其他通道沒有的時候呢 這反而是一個很重要的資訊 告訴你說它只有在區域產生這些 在局部的地方產生這些異常的訊號 那它是急迫的可能性就會比較大 甚至呢 因為我們上面不是有很多的電極嘛對不對 電極的位置不一樣的時候 相對於訊號源發生的這個相對位置點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之前有講過電信訊號傳遞的方向不同 所以呢它看到的急性可能會是相反的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不是大家都一起上喔 有人上有人下的時候 這其實很重要 它其實在告訴你空間上的訊息 告訴你說這一個急迫可能是發生在什麼地方的 來我們注意看一下 剛剛是我們想要看這個訊號 這個訊號好像有點難判斷 原因是為什麼呢 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每一個電極前面都會有這樣子的標示圖 這個標示圖是告訴你說 你現在記錄的電位是哪一個電極 相對於哪一個電極所量測出來的結果 你會發現他們相對的對象都是同一個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在耳朵上面的電極 通常我們左右耳朵會attach一個電極 它的作用是什麼呢 當成是參考電極 當成是皮膚的電位 因為耳朵下面沒什麼神經元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當作是你在 腦頭部的這些皮膚裡面的這個基礎電位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它相對的變化是什麼 但是呢 如果說我想要去看看 臨近通道到底有沒有發生什麼特性的話呢 其實呢 有另外一種方法更好做是這樣子 就是我在量測電極的時候呢 我兩個參考電極 我是選取這個量測電極附近的電極 比如說我們看一下這邊 T4和T6好了 T4在哪邊 這裡 T6在哪邊 這裡 你可以看到另外一點我剛剛忘記說的 偶數和奇數剛好代表 分別代表的就是右側跟左側 所以這個大概 T4 T6大概就是在右側的Temporal Lobe的位置 OK 你用它相對相鄰的這兩個通道呢 來當成是你的參考的電位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 一樣的訊號底下經過不一樣的處理 剛剛那幾個spike wave 或者那幾個比較明顯的正幅好像都不見了 只有在這個地方出現而已 你會看到很明顯 而且呢 它有一些局部的特性 它只有在Temporal Lobe 靠去Ossipital Lobe的地方才會有 其他地方沒有 這是符合我們剛剛第二個要件 除了有正幅以外 只有臨近的位置有 對不對 那為什麼 要用臨近的這個地方當參考電極呢 因為 使用同一個參考電極有大好處 就是你想要以皮膚的電極來當成是你的參考坐標 你知道它的電位變化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當你的皮膚電位 如果有明顯的變動的時候 你會影響到所有的訊號 也就是說呢 如果大家都一起動的時候 有可能是A1這個地方的電極 接收到不一樣的雜訊 或是接收到一些特殊的電位改變而引起的 而不是說真的你在這個地方 T6或O2有什麼任何的改變 那在相對的臨近的電極來當做參考電極上面 可以去除像這樣子的Effect OK 而且它可以告訴你說 它真的只有在這個地方有電位的改變 再者你會發現 在這兩個裡面呢 它是正的 這邊是負的 OK 所以看一下這兩個channel 這邊是T6相對於O2 這個是O2相對於O1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知道說 你今天 這一個急波的產生的位置 很有可能是在O2那個電極附近 對不對 因為在這個地方一個是參考點 一個是量測點 剛好減法前面的正負號不一樣 造成它相反的嘛 對不對 所以很有可能它就是在O2那個地方 O2在什麼地方呢 這邊 好 剛剛那兩個記錄內容 一個是這邊相對於這裡的 一個是好像是P6相對於O2的 OK 所以你的發生點可能就在 後腦槽這個地方 所以這些都是很重要的特徵 那當然了 它還是必須要 除了這些特徵以外 我們還是必須要 根據病人的年齡 還有它的身體狀況 OK 它可能會有一些些差異 或者是它的一些病史的紀錄 都會有一些些影響 所以其實經驗還是蠻重要的就是了 只是在科學研究上面 我們難免會希望能夠有一些 比較客觀的標準來判斷這些東西 好 那我們剛剛好像看到一線曙光 可以讓我們知道這個 那個急波在哪比 然後它有沒有出現 不過其實真的它的定位還蠻困難的 首先第一個你的通道數目要越多 你的定位才會比較準確 對不對 可是你也知道頭皮就這麼大一點點 你要怎麼樣塞很多的電極 那如果電極面積太小的話 代表它的固定能力 可能會有一點點問題 OK 那電極太大的話 你又沒有辦法塞太多 所以其實這也是一些兩難 那再者你今天接受到訊號的時候 只要靈性的電極都可以接受到這些訊號 那你怎麼去判斷這個訊號來源 真的在哪邊 更不要說我們今天的EEG 看起來都是那麼的noisy 所以你去定位這件事情 真的不是很容易 不過基本上我們可以大致上 如果說你今天要求並不高 你只要想要知道說 在哪一個腦葉 哪一側的哪一個腦葉附近 幾公分的範圍裡面 這一個腦組織是不是正常 那EEG應該還可以達得到 只是它的空間解析度 並沒有辦法非常好就是了 那EEG的話 除了在癲癇以外 我們已經應用在其他的疾病身上 包含像腫瘤的部分 包含像中風的部分 為什麼會應用在這上面呢 因為有些腫瘤或是有些中風的現象 可能會造成腦組織的壞死 可是腦組織壞死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從外觀上面是看不出來的 更不要說我今天還沒有手術的時候 我根本不知道裡面發生什麼事情了 對不對 那我怎麼知道 這個裡面的功能 到底是好的還是壞的 對不對 這時候EEG可能可以幫我們一些忙 它可以利用這些電極 來去量測這些你懷疑的區域 到底有沒有正常的電信活動 那如果說它真的已經壞死的時候 你就可以發現還算蠻明顯的 就是Brain Activity 就是整個盪下來 雖然可能還是會有一些電信的波動 但是它的整個活躍的程度 跟正常的腦袋 應該是完全不一樣的等級了 應該是會有一些顯著性的傷害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方式來知道 在手術之前就知道說 你的腦組織的狀況是什麼樣子 所以這另外一方面也提供了更進一步的建議 就是要不要做手術 要的話 那你在做切除的時候要注意什麼東西 哪邊可以切 哪邊不能切 這都是一些 對醫學上來想都是一些蠻有價值的一些資訊 好 所以EEG我們大概講到這個地方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問題 以上我們今天講到的都是在不同的組織 或者是器官裡面所量測到的電性變化 都是電性變化 不過我們在這個地方多加碼一下 我們可以來量一下 也是大腦活動裡面所量測到的一些生理紀錄 差別在於說它不是electro 你會發現它前面換了一個字 manito 這個東西呢 就是跟磁相關的 magnetic是磁性的意思嘛 manito就是它的字根 所以這個地方 manito is zephylographic 簡稱meg 它代表的就是腦磁圖 為什麼會有腦磁圖這個東西呢 我們來看一下 各位應該都學過電磁學 應該都學過電磁學了吧 應該知道電焊磁其實是分不開的嘛 對不對 看到電廠就會想到磁場 然後就很頭痛 全部都搞在一起 不過我們在這堂課裡面 不會講那麼多 你只要知道有電廠就有磁場 這件事情就好了 ok 為什麼這兩個會相依相存呢 簡單的講 今天有電核流動的時候 它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代表有電廠的存在嘛 有電核濃度的不均勻嘛 對不對 所以就會產生一個電位差 這個電位差 就是我們在之前量測到這些 輕電圖啊 腦電圖啊 機電圖的這個訊號來源 同時間 你今天既然有電流的流動 電廠製造出了電流的流動 有了電流流動以後 它是不是會產生磁場 在電流的周圍產生磁場 安培右手定者 決定磁場的流動的方向 對不對 大拇指是電流的方向 四隻手指頭擺的就是磁場的方向 所以只要有電廠 就會有磁場產生出來 他們的訊號源完全一模一樣 都是大腦皮質在被刺激的時候 所產生的活化現象 或是說這些動作電位的流動 所引發的這個電廠改變 下面這個就是我們的 剛剛我們安培右手定者是方向嘛 這個BIOSα定律告訴你說呢 在如果現在空間中有一個 電核的密度流流動 OK 它就會在它的周遭產生一個磁場 這其實是非常簡單的工程 你只要知道 它跟我們的電流大小成正比 跟空間的距離的平方成反比 這樣就好了 這告訴你什麼的事情呢 當你的電流越大的時候 你量到磁場也越大 很合理嘛 對不對 此外呢 當你距離它越遠的時候 量出來的訊號就越小 磁場變動就越小 也很合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量測的時候 其實跟EEG一樣 都必須要越靠近越好 因為遠就量不到了 本身就已經夠小了 你還遠根本就量不到 OK 所以這邊給了多一個試劑圖 綠色這個箭頭代表 就是在腦袋裡面的神經活動 所產生的一個電口疾 就是某個區域活化的現象 所產生的一個 有點像電流這樣子的活動 以電腸的解讀方式來看的話 它基本上就是有一個電位的差異 導致這個電流的產生 OK 那以磁場的方向角度來看呢 它好像就是有一個電流在下面 所以它產生了一個磁場 這個磁場呢 會穿透大腦表面出來 然後再回到大腦裡面去 這個磁力線 應該這樣講 所以如果你今天在頭皮的部分 頭表表布的部分 表面的部分放一個小線圈的話 磁力線通過的話就會產生什麼 感應電流 你就可以根據感應電流的大小 來去判斷磁場的大小 磁場的大小 又正比於裡面這個電流的大小 OK 這個就是我們的MEG 聽起來很直覺對不對 但是要想 我們剛剛說量EEG已經夠難了 量MEG更難 為什麼更難呢 我們會發現齁 因為磁場的走向呢 跟電流的走向有很大的關係嘛 對不對 那如果說以Cerebral Cortex來說 大腦的皮脂來說 在Gyrus的部分 表面那個瓶的部分 凸起來的部分的時候 我們說神經細胞Pyramidal Cell 它的分布的話 是垂直於皮脂的表面嘛 對不對 代表的是它在那個Gyrus的地方 基本上 它的分布是這個方向的 所以它所產生的電流是怎樣 是這個方向的 當你產生的電流是這個方向 不管是向下或向上嘛 都一樣 你產生的磁力線的流動方向是怎麼樣 我是這樣 所以是在這個平面上 你的磁力線的流動是在這個平面上面 所以請問一下 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你在頭皮的外面量測得到訊號嗎 量不到啊 除非你今天把那個線圈插到你的頭腦 腦袋裡面去啊 不然你根本量不到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你會看到 它所產生的等效磁場 體外所量測到的磁場就是0 量不到 結果哪邊量得到呢 欸 在Sarcus的地方量得到 腦溝的地方 折進去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的這些奏折的走向 跟大腦表面的走向 剛好是垂直的 OK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的電流方向跟表面的方向是平行的 欸這就是我們剛剛舉的那個例子嘛 所以你的磁力線就會有點像穿出腦袋 然後再穿回來這樣子 所以你只要適當的在你的頭表上面 能夠擺線圈 很簡單的圓形線圈就可以了 OK 你就可以量測得到這一個感應電流 所以這是為什麼它第一個這麼難量 因為不是所有的電流所產生的磁場你都量得到 然後呢偏偏你量得到的呢 距離頭皮都比較遠 沒錯吧 這邊比較近嘛 這邊比較遠嘛 那我們剛剛才看到BioSafa而已 不會背沒關係 但是你知道跟距離的平方層反比 它都已經夠小了 你還比較遠 所以當然量起來的訊號就會比較小 OK 再來呢還沒結束 如果今天的電流的訊號夠強的話 那或許產生的磁場還很強 你還容易量得到 但是很不幸的 今天的電流強度是很小的 別忘記我們在EEG裡面 我們大概只能量到幾十個μV 最多一百個μV 一個等級而已 所以它所代表的電流其實是非常的小 所產生的磁場會非常小 小到多小呢 大概是10的-9字方Tesla Tesla是磁場的單位 OK 一般來說 你會比較有印象的磁場單位 有兩種 一個是Tesla 一個是高斯 地球磁場各位知道嘛 對不對 地球磁場在多大 0.5高斯 一高斯等於10的-4次方Tesla 換句話說Tesla是比較大的單位 高斯是比較小的單位 一個Tesla是1萬個高斯 地球磁場已經夠小了嘛 對不對 它只能讓指南針去動而已 它的磁場多大呢 是5乘以10的-5次方Tesla 在這個地方 我想要講這個 這個數字出來 是為了要讓你比較 Cerebral Cortex所產生的磁場 只有10的-9次方 而且這是最大值喔 通常是沒有那麼大 通常是更小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下面這三個量測的結果 這都是在那個提表的部分所量測到的磁場變化 所以橫軸是時間 縱軸是磁場的大小 你有沒有看到它比例詞的單位是什麼 FT 有看過F嗎 你看過mini嘛對不對 你看過micro嘛 有沒有看過F F是什麼 Fentos Fentos是10的-4次方 Narrow是10的-9嘛對不對 接下來10的-12是什麼 Picro Fentos是10的-15次方 所以這樣子是100個Fentos 也就是10的-13次方Tesla 夠少吧 OK 它不僅比磁場還要小 4-5個數量級 它是真的非常非常小 OK 小到什麼程度呢 今天你只要開一個冷氣 可能就 開一個冷氣的話 是不是電源線就會經過訊號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冷氣其實吃的電是還蠻強的 所以電流還蠻強的嘛對不對 在這麼強的電流裡面 所產生的磁場 都會比 這邊大腦活動所產生的磁場還要大 所以換句話說呢 你今天如果在你的頭表上面擺一個量測的線圈 旁邊就有一台電腦了 旁邊就有一台電腦或旁邊有一台冷氣的話 你量到的並不是大腦活動 你量到的是你電腦的開關 還有冷氣的開關 所以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更不要說你今天如果要量的是比較深處的Sucker 那難度又會再增高了 這邊有一個圖讓各位知道就是 我們今天量測到的訊號強度 跟所在空間的各種雜訊的大小關係 它是一個根據頻率分佈的一個強度圖 所以縱軸來講大致上正比 它的尺度大概就是跟磁場有關係 橫軸來說的話就是各種不同的頻率嘛 腦波活動的頻率在什麼地方 我們上課才剛說而已對不對 普通的頻率大概是在10Hz左右吧 對不對 以Alpha Wave為準的話 8到13Hz 所以Roughly 10Hz左右 高一點點的話最多20Hz 低一點點的話3、4Hz 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發現它的分佈大概在這個地方 強度呢 Roughly大概在10的-13、-12這個地方 了不起-12了 這邊是Peak 在這一個 這是我們的訊號來源 那我們環境的雜訊在什麼地方呢 在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啦 你今天的所有的3C產品啊 或者是你的冷氣啊 你的電子設備、電機設備 它在吃電的時候 它也會產生這些磁場 只要有電流通過都有磁場 對不對 它的磁場的大小 比它還要多 4、5、6、7個數量級都有 所以換句話說 不要都不要說 這裡是地球的磁場 地磁在這個地方更強 所以換句話說 你今天要做量測 腦磁圖的實驗並不簡單 你必須要在一個完全隔離的環境裡面 才能夠量測 隔離什麼 隔離所有這些雜訊 那怎麼隔離這些雜訊 請問一下它怎麼樣隔離磁場 還記得屏蔽效應嗎 shedding effect 什麼叫屏蔽效應 它說你如果想要隔離磁場的話 OK 你要做的是什麼 可以放一個導體在中間 金屬導體在中間 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說 你要量測的時候 你必須要用金屬導體 把你自己先 這個空間先包起來 把所有東西都丟在外面 來阻絕包含地球磁場 在內的所有干擾來源 你才有可能量得到這個東西 OK 那這張圖裡面有一個東西 你可能不知道是什麼 在這個地方 SQ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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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小寫的話 大家都知道是污賊 是那個的套Q 可是這裡是大寫 它代表的是什麼呢 它講的是一種很特殊的量測裝修 因為在這麼低的 那個訊號源的狀況底下 我們其實很難用一般的量測裝修 來量測得到 因為隨便一個電子量測裝修 它所產生的這些雜菌都很高 我們只能夠用那些雜菌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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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的 這些量測裝修才量得到 低到什麼程度呢 低到我們必須要用 Superconducting Material來做 什麼是Superconducting Material 超導體 OK 我們發現了某些特別的 合金材料 在溫度非常低的時候 它會出現超導現象 超導現象指的就是 導電度無限大 幾乎沒有電阻的狀況 導電度無限大是什麼樣子的概念呢 就是你今天放那個電流進去 那個電流就一直在那邊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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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用補充電流了 因為沒有電阻啊 沒有電阻它根本不會消耗嘛 對不對 不會消耗電能啊 它就一直流下去了 很棒對不對 Sensitivity超高 但是問題呢 我們剛好講到 它必須要在很低的溫度裡面 才會產生這樣子的現象 多低呢 大概是4K吧 KC絕對溫度 所以換成攝氏溫度的話 是攝氏-269度 大概在1990年代的時候 那時候的物理學界 陸續的發現一些很新的材料 可以在溫度比較高的時候 達到超導的效能 超導的這個現象產生 我們把它叫做高溫超導體 各位知道所謂的高溫超導體是幾度嗎 不是35度40度叫做高溫超導體 我說攝氏 是絕對溫度30幾度40度50度 這個叫做高溫超導體 所以還是非常的低溫 OK 總之呢 它的溫度要非常低 低到什麼狀態呢 它必須把它的這個電極 所以兩側的這些線圈 整個都泡在液態氦裡面 因為液態氦的那個氣化點 是-269度 所以液態氦的溫度 絕對比-269還要低 所以必須要再把線圈泡在這個液態氦裡面的時候 才能夠確保它是處在於超導的狀態 這樣子的設備我們把它叫做 Super Contactic Quantum Interface Device 簡稱Squid OK 所以你知道它很難量了吧 來 直接看一下 設備裡面內部我們就不看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這個機器是怎麼樣 受試者呢可能就坐在一個椅子上面 然後呢 那個 呃 我們的Squid的那個探頭呢 就是裝在這個圓盤裡面 你可不可以想說 為什麼我們不把它直接貼在頭上面就好 老師不是說距離越接近的話 磁場良色的結果越大嗎 沒錯吧 我當然把它拿得越靠近頭部越好 為什麼還要隔著一個頭盔的東西呢 原因很簡單嘛 因為我們剛剛才講到了 超導溫度是幾度 負269度 你想要把你的頭 套在負269度裡面嗎 應該不會想吧 對不對 你要把它包起來 所以 其實在這個地方裡面 裝的都是液態骸 它必須要有適當的尖殼 才能夠保護你的頭 不會被凍傷 OK 所以想想到這台機器其實是 蠻特別的 非常特別 台灣只有兩台 台灣還是有的 全台灣只有 全世界目前在生產MG的公司 只剩一家了 所以它現在是一個monopoly 它是一個獨佔事業 它說多少錢就是多少錢 OK 除此以外 畫面上可能比較看不出來的地方 在於說 我們剛剛有提到 它必須要有很好的隔絕效應 因為它要阻絕所有的電池干擾 OK 所以這一個房子是一個同屋 它的牆壁、天花板、地板 全部都是用 就是這些我們剛剛說的這些導體 全部把它包覆起來 包含門的地方也必須是有sharing的功能才行 不然那個電池訊號就會從門的地方洩漏進來 好 所以 summary 了一下 講的差不多了 MG 和 EEG 呢 同樣都是以大腦皮質的神經活動為作為它的訊號來源 然後呢 因為它們都是最後呢 不管是電訊號也好 或是磁的訊號也好 最後都轉換成電訊號 因為就算是量測磁場 你也是用量測它的感應電流嘛 對不對 那以一個電流量測進來的話 它的那個時間解析度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它基本上就是由 sampling rate來決定 你到底單位時間之內可以取樣幾次 所以它的取樣速度可以非常高 以現在的ADC來講的話 其實已經不是什麼問題了 更何況我們今天腦波的變化根本沒有那麼快 所以你其實也不需要取樣那麼快 它都可以很清楚地去 catch up 到這個腦波的變化 這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這兩者到底量測的訊號有什麼樣子的差異呢 為什麼我們EEG不夠還得用MEG 原因是因為EEG其實傳統上它有一個很 很主要的一個量測的障礙就是 我們必須要透過頭殼 頭皮 頭髮 才能夠量測到訊號 所以它很容易受到這些電場的變化而影響 我講的包含像靜電的效應 只要你的皮膚表面或是頭髮 各位知道頭髮表面是比較乾燥 它其實比較容易累積靜電 這上面有一些電荷累積 時間有一些電荷累積的改變 那都會影響到量測的結果 那這些雜訊 跟我們腦電圖的大小其實是不相上下的 換句話說我們很難去排除它們 OK 那在MEG上面呢 因為基本上它靠在上面 而且它量測的是電場 它是用感應電流去量測這個磁場 sorry 我剛剛講的應該是磁場才對 所以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那些靜電其實比較不會去影響到感應電流 只要它的電荷變化不明顯 靜電嘛 電位變化不明顯的話它就不會產生感應電流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方面的話 MEG是有一些優勢的 但是它同時間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在於像MEG它沒有辦法量測 走向是垂直於皮脂表面的這些 應該說垂直於頭皮表面的這些電流 因為它所產生的磁場磁力線 是在頭皮這個平面上面 你根本量測不到 不過有時候我們不會把它認為是一種缺點 它反而可以跟EEG扮演著相輔相成的這樣子的角色 因為EEG兩者都量得到 只要電場有變化它都量得到 那MEG的話它只有特定的這些電場它才量得到 所以如果你能夠同時使用MEG跟EEG來量測的話 那你或許可以獲得更多的資訊 你可以去分別來自於分辨來自於 分辨來自於腦溝和腦迴的一個訊號 這是他們的一個優點 所以最後我們提一下好了 這兩種東西量測的代價差很多 我們剛剛說全台灣MEG只有兩台而已 你知道一台多少錢嗎 我沒記錯的話一台大概 如果包含那個shelding room 因為你要特製一個房間給它 我們一般大樓裡面不會有任何一個房間 是有shelding的功能 所以你要特別做一個房間給它 包含那個的話整個你花的錢可能是在1億到2億台幣 還沒有到美金 1億到2億台幣 更加上現在是一個獨佔事業 所以基本上它開多少 你大概也只能答應如果你想買的話 好 相對之下1億的造價會便宜很多 因為它就是一些電器 還有一些訊號接收的一個裝置 它的價格的話會跟它的抵抗雜訊的能力 和它的通道個數有很大的關係 那以研究用途來講的話 可能一百多萬就可以買到很好的EG設備 所以雖然對我來講都是很多錢 但是基本上這個一百多萬跟一兩億 還是有一些數量上的差別 OK 所以給各位當成一個參考 好 所以我們這一個章節講的內容 大概就到這個地方 不知道各位有什麼問題 OK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個地方 謝謝 謝謝